台湾的笑笑亲抱天恩万人洗脚 继反读宣导嘉年华 台湾传播媒体协会中华时报社 你会红影视传播记者 陈建明2023年9月22日台北市政府报道 大型的弘扬笑道 台湾的笑笑亲抱天恩的活动 从2012年开始至今 已经迈入第11年 2013年创下金氏世界纪录 每年活动中到处可见亲子 肩流露出最温馨最写实的情感 活动口碑受到各界极大的回响和家贫如潮 所以活动至今仍持续办理 希望透过本活动 并及由媒体将台湾的笑笑亲 抱天恩传播到全世界 触发更多人传承笑道 今年活动中 除了赠送精美的笑心礼品 一心增笑亲凯模颁奖 也邀请最具台湾传统艺术文化的布袋戏之代表 今日掌中剧团 创新演出反毒 宣导 希望让孩子们学会远离毒品的祸害 真爱生命 并安排一队竞赛长胜 军的装进高职一队带来精湛的枪法 还有介绍国中管乐队表演 促进戈登佑 而原雷霆万钧太古表演 以及陈凯伦 林玉顺 黑面 翁立友 蔡易德等笑 新大演绎 不但节目内容别出心灾 当天更有多位贤达会清零现场以身作则 哦 请拭目以待 最重要的是 让我们以最虔诚的心来足以感恩 上万人 将依循孝道的洗脚仪式 为父母 祖父母 老师教练等长辈孝亲洗脚 献上 爱与感恩 主办单位9月26日17点至18点 在台北市政府比一东北区多功能空间 举办媒体布达会 现场有来自国内外各媒体好友们合政 商 产 学 研 体坛 工艺 宗教等各界的嘉宾云集 主办单位代表 蒋万安市长张立善 县长 李锦雄总会长 张朝国总会长等人一清零会场 共同邀请大家来参加 弘扬孝道活动 金牌教练和亚奥运选手也暖心邀约 希望透过本活动 并急 由媒体将台湾的孝孝亲报天恩 传播到全世界 触发更多人传承孝道 让我们一起兼善天下 后知百善孝为先的种子 实现福报人间的理想境界 台湾的孝孝亲报天恩万人为父母长辈洗脚 即反读宣导嘉宁华 活动时间 10月14日 六十四点至十七点 十三点三十分开始出示参加名牌来报到进场 团体报名方式请洽询主办单位 活动地点 总统府前南北广场重庆南路及凯达格兰大道主办单位台北市政府云林县政府 你会红影视传播公司 陈建明制作 中华民国云林同乡总会 中华传统文化 弘扬孝道总会 诚挚邀请您 新闻联络人 蔡庆辉0933209426 弘扬孝道 宣导反独真爱生命 尽善天下